星云大师说 做人要从读书开始 阅读可以让我们 独做一个人 独明一点理 独悟一些缘 独懂一颗心 欢迎来到我的阅读时光 我是妙开 大家平安吉祥 有一天妈妈整理好家务后 准备了一大盘的水果 等待儿女放学后就可以享用 小儿子回到家 看到桌上有这么多的水果 就在每一个水果的上面 画了人头 母亲从厨房走了出来 看到调皮的儿子 在水果上涂鸦 生气地拿起藤条 就要倒塌 小儿子说 因为奶奶喜欢吃香蕉 我怕别人把香蕉吃了 奶奶就吃不到了 所以我在香蕉上画了人头 姐姐喜欢吃苹果 我就把姐姐画在苹果上 要留给姐姐吃 妈妈 你为什么要打我呢 妈妈一听 顿时惭愧不已 连忙放下手上的藤条 蹲下身来拥抱儿子 并跟孩子道歉 同时也称赞他做得好 常言眼见为凭 然而有时所见未必是真 就像故事中的妈妈一样 因为生气 眼前看到的是儿子在调皮乱画 却看不到孩子在画画的背后 原来存着爱家人 爱分享的心 可知我们的称恨心一起 往往就在不明事理的状况下 犯了严重的错误 甚至造成不可弥补的遗憾 新元大师说 我们要练习慈悲心 包容心 事情的来龙去脉 要先弄清楚 不能太过冲动 如果能够脾气慢半拍 就像唱歌一样 若慢了半拍 歌就唱不下去 想要发脾气时 可以跟自己说 五分钟过后再去吵架 透过深呼吸 让怒气平缓下来 慢了五分钟再吵 可能气都消了 就不会再吵架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您收看收听我的阅读时光 祝福您在生活中 少烦少恼 陌生气 多微笑 天天都能够拥有快乐 知足的好心情 并能在阅读中 遇见更好的自己 活出更好的未来 我们下回见 每逢星期五 中午十二点 For your podcast 我们一起读一本好书